欢迎大家来到夏天的厨房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四川凉拌黄瓜 那我们开始吧 四川凉拌黄瓜 四川凉拌黄瓜 在吃之前你可以放在冰箱里15-30分钟 这样黄瓜会更脆 最后想说的是老干妈 老干妈有很多种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个 因为它很接近我以前在家乡吃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帮我点个赞 如果还有其他想吃的菜也可以留言哦 我喜欢这个视频就会让你吃的菜 我喜欢这个视频就会让你吃的菜